曾经指导过女大学生宿舍 庭院深深小娇妻等电影 发掘过周迅甲红生等演员的上映场导演石属军 2016年2月14号 因病在上海逝世 享年77岁 由于家属想要低调的处理 石岛的追导会并没有公开的举办 为了追忆这位对中国电影史做出贡献的第四代导演 2月23号上映场特意邀请影迷 一起回顾了石岛的优秀的电影作品 石属军是我们一位优秀的导演 他逝世以后大家很悲痛 我觉得纪念一个艺术家 用艺术的方式是最好的 与其说大家今天来看电影 不如说大家多想表达一些 对我爱人的思念 提起已经去世的爱人严明邦 依旧难言伤痛的心情 极度哽咽 石属军是中国女性导演的杰出代表之一 尤为擅长青春题材 在湖北歌剧团担任过十年导演的石属军 上世纪八十年代加入了上映场工作 他在湖北市当家的优秀 他不让我讲 到上映场 回到上海三十八岁 三十六岁 十八岁走三十六岁 上回家 从场几座起 努力学 一九八三年 四十四岁的石属军导演了自己的电影 厨女座 女大学生宿舍 这部电影不仅轰动一时 还开创了华语电影青春片的先河 当时我拍这部片子的时候 我自己也没意识到 这是一部青春片 把它定了青春片以后 我尽量在片子里面 就把我们的青春时代的 所具有的一些特征 尽量地放进 开创了青春片的石属军 喜欢提拔新人 特别是长得漂亮时髦的青春面孔 被识到发掘的新人 有如今四大花旦中的周迅 当年刚刚出道的周迅 还只是个跑龙套的演员 但由于各方面条件 与电影《小娇》其中的女主角吻合 石属军力排众议 极力推选了周迅调剂大量 这是我们的女主角 女主角周迅 翻看当时记录下的资料画面 二十一岁的周迅 远没有如今周公子的淡定和霸气 在片场没有助理的他 一切都靠自己打理 面对镜头也十分生次 我叫周迅是杭州人 这次来拍那个石导演的 《小娇》磨声剂呢 是通过那个徐松子 然后我看了本子以后呢 也就感觉到这个《小娇》其呢 就跟我还是有点像的 就是也是小小的爱爱的 然后看着还挺单纯的 挺傻傻的这种 电影《小娇7》是石属君自编自导的喜剧电影 一向对待工作认真的时导 这一次对镜头的要求更加精益求精 拍这个应该来说 还是我碰到最辛苦的一个戏 因为它那个天气很热 而且就是有好多镜头都要就摔跤 被那大吊车吊起来 都挺辛苦的这次 为了让成片效果更加逼真 石属君在拍摄现场 一再地帮周迅突破自我 你想我吗 你说呀 你今天几点钟回家了 跟她丈夫打电话 然后小狗就过来 就舔她的袜子 那么她非常的怕狗 怕狗呢 后来就跟我再三要求 就是换一条腿 于是呢 我们就找了好几条腿 好几条腿都不大像她的腿 那么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个镜头要从她拍 拍的那个她打电话 摇下来 摇到她那个狗在舔她的腿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强迫她 一定要她来演这个镜头 石属君也是祖国大陆守卫吧 把琼瑶作品搬上大荧幕的导演 1986年 在琼瑶热还没席卷全国之前 石属君就领风气之先 把月朦胧鸟鸟 拍成了电视剧 得到了琼瑶百分之一百的肯定 然后她就把很厚的一叠 这个那个情愿深深 艳雨蒙蒙 两大落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台湾的剧本 写得非常规整的 那么寄到来呢 以后他们说希望能够把这个再拍成 在大陆再拍 已经拍过了 已经在台湾拍过 她说能不能重新制作成 这样电视连续剧 那么我就把它改成 把这个改成上下级的电影 情愿深深 我会尽快让她知道 没有用 她不会让你走的 那是我的事 请你相信 到现在碰到有一些四五十岁的人 经常说石老师 我们是看你的电影长大的 那我就感到非常的欣慰 差不多我也可以说这个话 据石属君在上营场的同事回忆 电影已经融入了石岛的生命中 拍了一辈子电影的她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都不忘艺术创作 实际上她在那个就是 试试的大概前面半个月 她到上营场来 跟我们一起谈 她的一个剧本的一些想法 一个电影的想法 她还穿得漂漂亮亮的 一种就是精神焕发的这种样子 当时我们谁都没想到 她正处在就是病重之中 这就是石属君 如今虽然私人已逝 好在我们还能从电影中 议她念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